欢迎您再度回到港督新闻 又到了大树玉荷包的盛产期 市府为了要加强行销大树区的农特产 除了由市府的这个副市长刘世芳来代言拍卖之外呢 还请来了犀牛队棒球队的西琴女孩来助阵 果然一推出就被抢购一空 5月25日 长年在大树 大树玉荷包进入盛产期 聚邦一大犀牛队的西琴女孩助阵聚集人气 副市长刘世芳代言 限量的鲜果礼盒现场拍卖 开了 开始卖了 我们今天要够离 够离跟这个联系 抢先登场的三十盒立刻被抢购一空 行销品质有口皆碑的在地鲜果 市府邀请游客来到高雄 今年2013的高雄凤厉观光季已经开罗了 是5月25 26到6月1号 2号 由我们的大树区公所 还有我们农业局 还有我们的农会一起来合办 那这次非常有特色 除了我们传统的在大树非常有名的 凤梨跟荔枝以外 我们也开放柴果乐 还有我们跟包括一大世界国光山 这所有在大树地区的风景名胜 大家都同心协力一起来促销 今年度主打深度农村之旅 要让游客能亲自进入果园来体验彩果乐趣 大树区长透露特别安排的观光行程 询问度高 风铃文化季的这个日期是5月25 26 6月1号 2号 总共有4天 5月25号早上10点钟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这个陈局市长来主持开幕的仪式 那开幕当天我们也邀请这个我们在地的职棒 大家所喜爱的一大犀牛队的明星球员 他们会一起来在开幕的时候跟市长一起来代言 强调油城丰富物超所值 除了玉盒包 大树金钻凤梨也是盛产期 要让游客来到高雄欣赏好风光 也能吃尽最新鲜的水果 一饱口福 感谢我们的彭冠英采访阿达